有君子就有小人,放眼英雄辈出的三国,也是如此。 那居前五的小人是谁呢? 第五,孙鲁班。 孙鲁班是孙权和不练师的女儿。 他完美地利用了孙权老年脑子逐渐不太清醒的毛病, 先是陷害太子孙和,后又霍乱朝纲, 把整个朝堂搞得的乌烟瘴气, 是个人品极差,恶毒心肠的小人。 第四,张松。 张松和法正不同, 法正是因得不到刘章重用而选择刘备, 而张松却已经是一周别价这种高官级别了, 但依旧满脑子只想着如何出卖自己的主子刘章, 没有选择好好辅佐他, 最终也因此是被刘章杀了。 第三,杨仪。 杨仪可以说是公认的小人了, 与蜀国其他人关系也不好, 尤其是魏严。 在将魏严陷害之后, 还将魏严一灭三族。 还好费一看透了杨仪, 向刘禅举报了杨仪的行为。 杨仪因此被判流放, 流放之后又不反省, 最终便被逮捕入狱了。 第二,黄浩。 黄浩仗着刘善对他的宠信, 肆无忌惮地弄权乱政, 挑拨君臣之间的关系, 江维北伐时候, 他在背后疯狂补刀, 使得江维很无奈, 可以说是蜀汉灭亡的罪魁祸首。 第一,吕布。 吕布虽被称为三国第一猛将, 只是他的事迹人尽皆知, 三姓家奴这一称呼足以说明问题。 总的来看, 蜀汉的灭亡也不是没有原因, 毕竟三国里排名前十的小人大多在蜀国。 对于上述全部排名, 你认可吗?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。